今年的Net 亚洲音乐大奖也已经完全落下帷幕了 相信最后防弹少年团成为了最后的大赢家之后 在舞台上七个少年抱在一起激动落泪的神情也应该感动了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吧 其实音乐作为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就像身边的一个会讲故事的朋友一样 每天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带给每一代人不同的感动和希望 不过纵观今年的Net 亚洲音乐大奖 不难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面 那就是作为韩国的主办方 Mama的主舞台竟然设在了日本站和香港站 而不是韩国国内BTS TWISE这样的超人气爱豆的舞台更是没有 这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作为一家宣传K-pop音乐文化的代表企业之一 不再自己本国设立主舞台 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呢 其实理由很简单 一个字就是因为钱 模糊算了一笔账 大家可以参考 像今年日本的Mama普通门票价格是22,000日元 折合人民币大概1200元左右 当天的容纳观众可以达到24,000多名 而Mama香港的门票价格是大约2,000元左右 可以容纳14,000名观众 也就是说 仅仅在日本和香港两个地方出售门票 Net就能从中获得大概5,6千万的收益 除此之外 再加上相关产业链当中的例如 爱豆周边 以及广告分成等一系列收益的话 仅仅这几天的收益转化率是会是一个很惊人的数目 但我们再看看韩国国内的主舞台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和日本和香港能带来巨额利润不同 Net在韩国国内是不收取任何门票的 而所谓的邀请券仅仅只是通过礼券的形式免费发放给韩国国内的观众 所以在这样的大潜下 造成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今年Mama韩国舞台真的非常粗糙 甚至出场的阵容和演出的曲目也同样也很的可怜 在韩国国内造成这种结局的最大原因就是SM和YG这样的业界龙头 所以韩国企业都没有派出自家歌手去参加 另外韩国国内的歌迷是绝对不可能花费如此高昂的价格在自己家门口看Mama舞台的 因为韩国一场演唱会的门票价才多钱Mama凭什么能要如此高傲的入场券 所以长久下后以后的韩国舞台只能沦落为很多新人们进行表演的常规舞台 而绝对不可能成为主流舞台